那我們現在來算算看這一題 300除以 括號25乘以3 本來我們應該來算300除以75 似乎不是很好算 但是我們把剛剛學到的一個方式 我們檢查看看 首先它是不是算是由乘法和除法組合而成 它是 有除法有乘法 第二個 算式裡有括號 的確有括號 第三 括號前的符號 是除號 括號前的符號 的確是除號 我們要拆除括號 括號裡面的符號要變號 所以 我拆掉這個括號 裡面的乘號 要變成 除號 這兩個式子是相等的 再來我們也學過 當算式都是除法的時候 我可以變換他們的位置 我把除以3 搬到前面 把除以25 搬到後面 那這10 我就可以直接用心算算出來 300除以3等於100 這個式子我可以簡化成100除以25 100除以25 我們也可以很快的算出來是4 所以各位同學 這一題就運用到了兩個方法 第一個是 括號前面是除號的時候 我拆掉括號 要先變號 再來變了號之後 我更換後面各組的計算順序 讓這個計算過程變得更加簡單 謝謝大家